又急着出来找工作啊 嗯 出名要趁早嘛 所以想尽快地锻炼一下自己 什么事儿 什么就出名要趁早 你带货是想出名是吧 赚钱也要趁早一些嘛 杜嘉宁女20岁内蒙人 广东交通职业技术学院 大二的学生 汽车营销与服务专业 大家好 我叫杜嘉宁 来自内蒙古赤峰 今年20岁 现在是一名在校的大二学生 在校期间呢 做过一些关于兼职活动的 兼职工作 今天到这里来呢 想求一份关于带货主播的工作 希望各位老板能给我一个机会 谢谢大家 今年毕业了没有 还没有 还没毕业 大二就急着出来找工作啊 嗯 出名要趁早嘛 所以想尽快地锻炼一下自己 什么事儿 什么就出名要趁早 你带货是想出名是吧 赚钱也要趁早一些吧 今天23岁想有的成功 我20岁就想有了 这么迫切吗 还好吧 觉得现在年龄已经有点大了 哎呦 那想请问一下姑娘 如果你20岁就有点大了 那现场那几位女老板是不是要去死了 我们00后嘛 就叫着急 你是今天来北京的吗 哦 对今天早上来的 那你今天是不是要赶着也要回去呢 哦 对我今天晚上是10点35的火车 你一个人这么来来去去 路上会感觉到心情很沉重吗 很孤单吗 没有啊 我觉得我来的路上都是很兴奋的 在出名的路上 对 我等这一天都等了好久啊 哎 来告诉我 你们你等这一天等了多少时间了 从我10岁看电视的时候就在等 10岁 对 我今天终于等到了 看来你还是一直以来就有自己独立想法的人 我们的这个工作人员啊 这个给你起了一个贴了个标签啊 我不知道这个标签对不对啊 他说你是一个为情所困的鬼马少女 我觉得挺符合的 我挺为情所困的 我觉得我的感情路还是挺坎坷的 我真的太难了 我太难了 你说说呗 就是我高中的时候从高一 我就开始喜欢这个男孩子了 然后一直到高三 但是我们两个就是那种 有达以上恋人未满的 就是到最后我们毕业了 我也没有就是告诉过他 就是很正式的 说我喜欢他 但是我觉得他其实是应该知道的 但是就没有两个人 没有一个人愿意去捅破这个窗户纸 所以我到最后到现在 直到今天 我觉得这段感情也挺遗憾的 就是在我最纯粹的年龄 最少年的时代 我没能把握住 我挺遗憾的 那如果再让你面对 高三那年错过的这个男生 你想说啥 其实我就想问问他 你到底有没有喜欢过我 哪怕只是过 如果他说没有呢 如果他说没有 那就没有吧 那就 那就算了吧 我刚看见小叶一直在抹眼泪 是不是也有同样的过去 还是有共鸣是吧 我会说没有 我会想说不说 我会想说不过 我会想说不过 我会想说不过